在这世界上有邪魔,它在人心中 这就是Daios,这游戏的大反派 先介绍我们的队友 分别是Cress,Chester,Min和Suzo Cress主要是精神战斗的战士 Chester是设计手 Min是负责治疗和辅助的队友 Suzo则是一名忍者 Daios有三个形式的变化,像七龙主Zack的Freezer 一次是打败他,需要进行连续的三场战斗 他施展魔法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Cress需要持续精神干扰他 其他队友就负责辅助和远距离攻击 击败第一形式的Daios 只需靠Cress持续使用Tiger Blade 以便Daios无法做出任何攻击 其他队友就继续进行远距离操作 基本上就能轻松获胜了 第二形式是最难打的 因为他身体变大,并且击败他需要击败他的头部和手臂 确保你有足够的TP 首先,先使用Tiger Blade攻击他头部和手臂 然后其他队友继续辅助 击败头部,其实不能用Tiger Blade 因为没了手臂,Tiger Blade的攻击也会打偏 所以要使用Distortion Blade 我的视频基本上也剪短了 所以这场战斗时间其实没有那么短 基本上第三场和第一场差不多 我觉得他在垂野挣扎 Blum Dauros基本上HP比较厚 能力也比较强 很高兴大家都能看到视频的最后 谢谢和希望在另一支视频能再会